混沌剑神第3781章 净空老祖 此人同样是一身白色长袍 看上去年纪不大 约二十出头 风神俊逸 气质不俗 只是在其目光中 透露出一股与青年纪极不相符的沧桑之感 这名青年 正是华天道宗三大老祖之一 净空老祖 先尊敬四重天 真是没想到 我将锁天神殿借给洞虚老祖 本想让他与吴昆上人 联手灭了风仙城 结果他却遭遇不测 害得我的锁天神殿也落入他人之手 净空老祖沉生说道 脸上神色带着些许阴沉不过我这锁天神殿 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净空师兄 换作是你 若想以一己之力斩杀洞虚老祖 和吴昆上人这二人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非夜老祖突然问道 我掌控空间之道 在我面前 他们二人断然没有逃脱的可能 至于要花多长时间 才能将他们二人斩杀 这其中变数太多 不好做定论 净空老祖沉吟道 可根据夏之来 他们打探回来的情报 洞虚老祖和吴昆上人 皆是在短短数十个呼吸的时间内 就突然消失无踪 非夜老祖说道 你也说了是失踪 既然没有见到他们二人的尸体 那他们就不一定陨落 也有可能是被困在了某处地方 或是某件强大的一宝中 净空老祖眼中闪烁着冰冷之盲 自信到但相同的手段 或许能困住洞虚老祖和吴昆上人 但是绝对困不住我 但不管怎么说 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对洞虚老祖和吴昆上人出手之人 其实力定然不弱 至少也是先尊敬三重天 甚至还不止 如此强者 已经不是非夜师妹你所能对付的 所以我准备亲自去一趟封仙城会一会此人 净空老祖目光眺望远方 看向封仙城的方向 在他的眼瞳 之中似有空间在变幻 有景物在飞逝 最后仿佛有一座 巍峨无比的庞大城池 倒映在其中 启禀老祖 子怜仙子求见 就在这时 那紧闭的大门外 之前带领夏智来和方子光的童子 再次传来了声音 子怜仙子 正是洞虚派的圣女 不过如今已经是化天道宗的人 其夫君在化天道宗内的地位 的确超然 其祖爷爷 正是化天道宗三大老祖之首 涅化老祖 也是因其夫君的缘故 使得子怜仙子 在化天道宗内的地位 也是极其不俗 非夜老祖轻轻一探 到这丫头 之前就数次求见 必然是为了洞虚派被灭之事 净空老祖满脸煞气 低鹤道 让他滚 有多远滚多远 就为了洞虚派的那点破事 结果害得我们化天道宗丢了两件至宝 就连我的锁天神殿 都落入了他人之手 还得我亲自去一趟才能拿回来 若非他的夫君 是涅化师兄最疼爱的曾孙 看我不把他给抽筋扒皮 净空失地 息怒 毕竟借出锁天神殿 可没有任何人逼迫你 是你自愿拿出的 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 在高塔最顶层响起 净空老祖轻哼一声 闭口不言 涅化师兄 不知你的那件宝物 炼制得如何了 非夜老祖开口 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所以我目前也抽不开身来 发生在封仙城的事 我已经知晓了 净空失地 这件事情 就只有你亲自去一趟了 务必要将我们化天道宗的两件上品神器拿回来 涅化老祖呢 苍老的声音响起 这还用说 那锁天神殿 可是我最趁手之物 对方若是不归还 那可就别怪我了 净空老祖寒声道 眼中闪过一束强烈的杀机 不可大意 此为子母鬼魂藩的子藩 能干扰对方的元神 纵然是修为真挚我这种地步 都会受其影响 你将此物带在身上 以防万一 切记 此为魔道之物 被先借许多正道人士所不容 不到万不得已 不可动用此物 一旦动了此物 那绝不能留活口 涅化老祖的声音传出时 一面黑色的小帆 也出现在净空老祖面前 所有气息内敛 被隐藏得十分完好 完全看不出 这是一件魔道之物 大哥 这子母鬼魂藩 可是用来对付战宗所用 是一件极其乐得的大杀妾 我这次前往封仙城 也只是为了取回 我们化天道宗的士灵卢 和锁天神力而已 犯不着带上 子母鬼魂藩吧 净空老祖咒没到 就算是用不上 你也将此物带在身上 毕竟有了此物 你也多了一重厉害的杀手锏 涅化老祖的声音一顿 到子母鬼魂藩 共有主翻一面 子翻两面 我最初的打算 就是 你与非夜师妹 一人持有一面子翻 主翻则由我来掌控 到那个时候 我化天道宗 无需派遣其余强者 只需我们三人 便可杀上战宗 让战宗血流成河 所以 这一面子翻 迟早会落入你的手中 战宗那老匹夫 可是真至先尊敬六重天的强者 涅化师兄 仗着这子母鬼魂藩 我们真的能灭掉 战宗吗 非夜老祖问道 声音有些发颤 带着点点激动与期待 战宗 正是唐药天界实力最强的势力 同样有三大老祖 分别为仙 尊敬六重天 仙尊敬四重天 以及一位仙尊敬三重天 能 回应他的 是涅化老祖那肯定的声音 显得成竹在胸 大哥 子母鬼魂藩 还有多长时间 能完全炼制成功 我现在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杀上战宗 净空老祖眼中冒出炙热的光芒 两面子帆已经成功炼制成功 如今就等着最关键的主帆了 不过眼下 主帆的炼制也到了关键时刻 或许在等个万余年时间 我们就可以对战宗动手了 涅化老祖说道 哈哈哈哈 一旦覆灭了战宗 那我们化天道宗将独霸唐药天界 一跃成为唐药天界的第一势力 非夜老祖哈哈大笑 灭战宗 最主要的目的 可不是 让我们化天道宗 成为这唐药天界的第一势力 而是为我们的师尊报仇 净空老祖 似乎想起了曾经的往事 露出一抹追忆和复杂之色 你难道不知不觉 时间已经过去几百万年了 昔日的师兄弟们 如今也只剩下我们三个 而我们 也从当年的先帝 成为了如今先尊 就连宗门的实力 也是日渐强盛 师尊的仇 是时候报了 不然 等战宗的老匹夫修为突破 跨入七重天之境 那报仇的希望 就更加渺茫了 说得轻巧 七重天又岂是那么容易跨入的 否则 战宗的那老匹夫 也不会在六重天停留了几百万年 而毫无寸境 若是没有足以逆天改命的天大造化 那老匹夫终其一生 也只能停留在六重天 孽化老祖吃笑 不谈战宗的事了 我先亲自去一趟封仙城 将是灵卢和索天神殿取回 话音一落 净空老祖的身影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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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变转发 参与修轿身影